家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呢 会戴一个面罩 戴口罩之后还戴面罩 希望能够加强防护啊 这位女明星叫做连于涵 就是一把亲里头的猪亲 她现在呢在家里头 自己在煮菜的时候 发现这个面罩有妙用了 因为她说呢 切洋葱的时候不是很强 那个洋葱的呛味呛上来 然后你的眼睛就会流泪吗 她那天是意外的发现 戴着面罩切洋葱的时刻 竟然呢切完之后 说鼻子痒之外 完全不会想要流眼泪 迅速的切完了洋葱 同时呢完成她的美味洋葱汤 也因此她对于这个成果很满意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面罩也有妙用 另外呢整天待在家里头 很多人因为天气热嘛 就会开冷气 那大家想说省店 就不要一整天都开着 有的人呢说 那我就开八个小时就好了 可是现在就有民众 在网络上头看到这样的讯息 说其实开一整天 比缺八小时 还要来的省钱 但真的是这样吗 台电的官方脸书叫做 电力粉丝团就回应了 她说一定是吹八小时 比较省的啦 他们怎么看 他们讲电费的多或寡 还是看你用了多少度的电 那这很合理嘛 因为呢你的电费 就是从你用多少度电来算的 那至于用多少度电呢 其实又跟你的电器的消耗功率有关系 有的是省电的 那当然消耗的功率就会比较好 而另外呢 他们也讲了时间点 你什么时候吹的 这可能也会有关联 他给你一个概念 说如果是1000瓦的电器的话 那用一小时就等于用一度电 好到底自己家里头电器呢 会用多少度电 这个月的电费会是多少钱 可能可以按照这个观念 稍稍的自己计算一下了 另外呢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是五月爆发本土疫情之后呢 六月又三级警戒 很多人三餐会选择外送 结果呢 现在就出现了这么样一个照片 这一位外送员 他的盒子好像忘了关起来了 外送箱忘了关 大家很担心你在骑摩托车啊 刹车等等的时候 餐点会不会掉光光 这一则po文说 现在已经有超过5000位网友 说果然是在地美食 原因是你的餐点美食 通通都掉在地上了 希望他一切都安好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